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韩国媒体报道了 CM Blue 穷雍华预计要出演的中国综艺节目 突然被取消的消息而登上了热搜一位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5月10号,在中国爱奇艺的新选秀节目的制作发表会上 公开了穷雍华与其他出演者们的照片 之后在5月17号,穷雍华前往了中国 5月18号,因为在中国染法无法出演节目的规定 穷雍华染成黑法后进行了第一次录制 之后进行了第二次拍摄 完成了在中国的行程后 5月20号回韩国了 但是在5月17号 有中国网友向北京广播电视台 举报了爱奇艺违规邀请韩国经营人录制后 5月20号,穷雍华的出演被取消了 根据北京广播电视台表示 经向爱奇艺了解 网传穷雍华在北京录制综艺节目相关消息并不属实 该党节目后续也不会使用穷雍华作为节目嘉宾 而中国媒体也报道了限寒令赏位撤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啊,那么连出演费都拿不到吗?是吧 虽然是限寒令,但不都在看韩剧吗? 为什么是选择性的限寒令呢? 不能全面禁止,如果消费韩国文化的话就抓去做监吗? 他们都这样了,我们还喜欢在韩国活动的中国人 突然感到很冤枉 每次发生这种事,就觉得在韩国活动的中国爱豆们很可怜 他们明明喜欢韩国,也没有做错事 却不能说喜欢韩国,只是会被骂 对于穷雍华的中国综艺节目被取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被女艺人告白过的茶恶努 茶恶努被选中真实游戏 我们要开始问了 只能回答yes or no 曾经被女艺人告白过吗? yes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应该也接受过男生的告白吧 那张脸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这问题就好像是在问 饿的时候吃饭吗? yes or no? 一样 被问这个问题后 茶恶努脑海脸应该闪过了很多艺人吧? 应该到现在还在闪过 直接问他会不呼吸吧 如果我是艺人 我会以虽然知道不会中 但还是会买彩卷的心情 每周六的中午都会告白一次 总结一下就是 真的 真的 好想看一次茶恶努的真人 男人看了也真的会迷上吗? 嗯 好想看一会吗? 好想看一会儿 好想看一会儿 好想看一会儿